哈喽大家好 我是知心 你现在收看的是 信不信由你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就是 圣经是完美的吗 1846年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 第一位宪职 约瑟斯密写下了 13条的基本教义 其中第8条说 我们信翻译正确的 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也相信摩尔门经是神的话 我相信现在其他信仰的人 可能已经觉得 哇 这也太亵渎了吧 没关系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 这集我们会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 圣经是完美无缺的吗 还有第二个 除了圣经之外 有其他经文的存在吗 我们会提到一点点的摩尔门经 但是在之后的一集 我们才会更深入的 谈讨摩尔门经是什么 对 我们相信圣经是经文 如果它翻译正确的话 就是经文 我们确实相信圣经会有错误 我们相信神会启发写圣经的人 但那些写圣经的人也是凡人 和神亲自写的 像是实地也不一样 不完美的人写圣经 然后其他不完美的人又推崇他 然后其他不完美的人又再一次 又一次的翻译 希望这中间没有人是故意要出错的 但是我们耶稣基督后期 圣徒教会的成员 并不会排除圣经里有人为错误的可能性 有一个蛮单纯的例子就是扫罗 和一些人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时 有一道光向他们显现 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来拜访他 然后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七节是说 跟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 听见声音但是却看不见人 但是这个故事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 第九节又在被讲述的时候 保罗是说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这是一个不影响圣经故事的小问题 可是如果你相信圣经是完美的话 你势必要用某种方式来让这两解经文一致对吧 然后也真的有人这么做 我们后期圣徒可能也想试着让他们一致 不然我们看这两件经文可能就会觉得 嗯有点奇怪 应该是哪个人没有正确的记载这个故事 圣经中并没有明显的教导圣经不是正确无误的 怎么会呢 就我们所知其实是因为在写完后的两百年 或是更久其实就不存在了 因为他没有一个作者是代表整个圣经在写作的 他其实是个别的著作或是对他们拥有的过去著作加以评论 然后也没有任何一部著作他主张自己是完美无误的 除此之外呢我们相信圣经里有很多重要的 明白而宝贵的真理已经遗失了好几世纪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神真正的本质 注重的福音原则及教义 特别在旧约时代里关于我们前生的教导等等 整体来说圣经是个受启发的真理来源 但是我们并不相信他是完美的 或他就是神要对我们说的全部的话 相反呢圣经其实就是神一直不断的召唤先知 来传达他的话给他的孩子的一个证据 那不论他们在哪里 圣经是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先知的教导记录 那我们相信圣言在美洲大陆召唤先知 然后他们的教导记录叫做摩尔门经 那摩尔门简单来说就是一位先知的名字 就跟摩西和彼得一样 那有些人对摩尔门经保持一个警戒态度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圣经的启示录里面有明确的讲到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如果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宅货加在他身上 对吧圣经是神最后的书面话语 任何其他声称是经文的都是一端 没有错吧 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解释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要记得这节经文当时被记下来的时候 心冤根本还不存在 这节经文只适用于启示录这一部书而已 他甚至是说这书上的预言 启示录当时是一部独立的经典 除此之外在旧约里有类似的经文存在 只是我们选择将他们诠释的不一样 不然他们会变成是在谴责大部分的旧约 以及所有的行约 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讲到在这被选为代表的 66部经典之外没有其他经文的存在 我们相信这只是没有被写在圣经本身里的一个教导 事实上圣经甚至提到不在圣经里面的经文 好可以确定的是后期圣徒非常喜欢圣经 我已经字字都读过了 也相信圣经是经文 后期圣徒终于圣经 就像我们终于摩尔门经一样 我们相信这两部经典都是受神启发的 让他们携手合作教导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信仰 如果你对摩尔门经不熟悉 当然我就不会期望你相信 我说它是一部经文 就像你要自己知道圣经是真实的一样 你也需要付出灵性上的能力 来知道摩尔门经的真实性 你也可以从阅读它开始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欢迎让我们知道 也请关注即将推出的摩尔门经特辑